一般民众受到交通违规的红单时 除了可以到裁决中心零柜缴纳 或者是到超商邮局代售之外 现在还能够用手机的APP查询阴脚金额 并透过简单的操作就能够完成缴纳 目前有开放办理的部分的话 有我们的来赔Money 还有我们的局质支付 元大的行动银行的部分 还有另外我们的BB角 都可以利用行动这部分的手机的行动支付 来做一个罚款的一个缴纳 除了先前的Nine Pay Money和BB角之外 现在也新增了局质支付APP 和元大行动APP的手机代售服务 而如果你已经逾期缴纳 也不用担心 用手机的代售服务 一样也能轻松缴纳 您有收到了罚单 那在相关的一个 有一个罚单的一个记录的话 那你可以在相关的这个APP的部分的话 在个人的部分 你可以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 跟你的出生年约日 然后如果在公司法的部分 你可以输入你的统一编号 跟你的车牌号码 那你可以透由这些APP来查询 你的交通违规的一个记录 那他有透由相关的连接的系统 依照相关的操作的程序 我们就也可以提供缴费的服务 手机时代来临 交通局多增加了APP缴纳的服务 能够提升缴纳的方便性 希望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也减少民众预期加法的状况发生 港渡新闻张世民 潘文玉 采访报导